时光飞逝 转眼就已是战争开始一周有余了 俄军对乌军的进攻也逐渐放缓 从势如破竹的进攻开始调整部署 而就在前几天 一则新闻与数张卫星图像 却令全世界航空爱好者的心揪了起来 由曾经的航空工业 大国苏联所留下的 世界最大运输机M-225 梦所在的机场被俄军控制后 停机棚遭到了炮击 事发当天的现场航拍照片 现场浓烟滚滚 很可能是炮击引发了火灾 这架曾来到中国承担货运任务 令无数航空爱好者们神魂颠倒 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 就这样在战争中受损了 仅仅如此说 可能还相对泰国抽象 不妨我们借此说一说 这架飞机以及它的意义 不论是抽象意义还是实际意义 在1903年 由莱特兄弟那历史性的试飞之后 之后的百余年时间中 更大更强的飞机 就成了航空业界设计者们 一直追求的目标 当我们翻开历史 能够看到各国的设计者 制造者们 用自己的心血描绘出的 一幅雄伟全景图 而他们所有的付出 正是为了这些国家 乃至于世界工业的瑰宝 这些大型飞机中 每一架都是技术进步的象征 任何一架大型飞机的出现 都始终作为 扮演着民族自豪感 最重要的象征之一 1988年11月30日 安东诺夫安杠225 问原型机离开装备车间 现场人头攒动 大家都想一睹 这一苏联时代 乃至世界工业史上的瑰宝 而至今 只有一架飞机 占领着世界最大运输机 甚至最大飞机的宝座 12年以上 那就是这次炮击中的受害者 安东诺夫安杠225 梦 其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惊人的600吨 超过了它的竞争者们近30% 抛开这层世界最大的光环不谈 安杠225 梦其本身也肩负着特殊的使命 这架巨大的飞机诞生 便是为了苏联时代的太空探索事业 其开发目的 是帮助苏联时代传奇的 暴风雪号航天飞机 向太空进发前的运输工作 正在运输 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的 安杠225梦 该图创作于苏联时期 注意其机身编号 仍然是苏联时代的 CCCP-480-182 但随着苏联的动乱 与后来的解体 乌克兰种种或自然或人为的困难 加之后来种种令人唏嘘的变动 将暴风雪号航天飞机 与其象征的航天事业彻底放弃 而与之绑定的二架安杠225 梦运输机也从人们的视野中 消失了许久 直到2001年 安杠225梦才以全新的姿态 取得了国际试行证 开始在全球承接 既熟悉又陌生的护育任务 苏联解体后 由乌克兰接手的 安杠225梦运输机已好机 由于安杠225 梦身份的特殊性 世界最大运输机的桂冠 与承载太多情怀的过去 其每道遗注 都会引起当地航空爱好者的狂欢 乃至于路人的好奇 甚至在新冠疫情期间 承接运输抗疫物资的安杠225 梦被许多媒体争相报道 就是这样一架在苏联时代设计 苏联时代建造 一架充满辉煌过去 肩负着务实的现在 迈向美好未来的飞机 甚至时代象征 却在俄乌的战争中 因为机场的控制者一手 就遭到了断然的炮击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乌克兰 一代人向着太空进发的尝试与挑战 一个时代科学与精神的封碑 却因为这样的原因遭到了攻击 甚至有可能是毁灭 怎能让人不痛心疾首 这怎能让人不恶外叹息 何况这样的事情并非孤立 在2021年4月时 存放在哈萨克斯坦境内 拜科卢尔发射基地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 被人潜入厂房 以艺术为名 大肆涂鸦 让原本就以状况堪忧的航天飞机状况 更是雪上加霜 拜科卢尔厂房内的暴风雪号上的涂鸦 途中涂鸦 大意为 在飞向星空前 一个人需要学习 如何在地球上生活 下方是涂鸦者的签名 另一色的涂鸦 涂鸦为 大意为尤里 一者住 指尤里 加加林 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 苏联人 我们来了 被自于我国早年狠实心 到处用刀刻下的某某道子意有 俄罗斯甚至全世界的一代人 对于这些曾经辉煌与科技的象征 越发地缺乏基本的尊重 而在许多任期短 牺牲待多的政治家眼中 这些曾经的辉煌与科技象征 不过是自己为日后选举的一枚筹码而已 令人痛心 M-225 孟运输机所在的机库 被炮击后扑灭火灾后的状态 机库周围地区干干净净 仿佛那发击重机库的炮弹 不是个意外 就是个精心计算的恶行 此事件一出 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指责对方 是这次M-225 孟被炮击的始作俑者 虽然 笔者并不知道乌克兰方面准备如何解释 当时已经基本完成 对机场控制的俄军 为何会没头没脑地发射炮弹 攻击停放M-225 孟的机库 为何炮击的 另外几发是冲着俄军控制的航站楼而去 但笔者也同样无法想通 乌克兰方面 为何要向远离俄军主要控制区的机库区域开火 1989年5月 M-225 孟与暴风雪航天飞机上的 即暴风雪号的本名 号航天飞机第一次联合飞行 值得注意的是 其机身边号 还是苏联时期的CCCP-82060 非常遗憾 在有进一步证据之前 该事件只能长久地作为一个悬案 放置于此 也许未来某一天会有新的证据 会为我们确定始作俑者 与事件的性质有所帮助 在此时此刻 也许我们只能自我安慰 击中的区域在机库的一头 可能只对机头部分造成了损伤 火灾也没有对飞机主体造成损害 只希望日后 我们还有机会见到这架美丽的飞机 有机会腾空而起 就像浴火之后的凤凰一般 得以完成涅槃 飞向更美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